就是说哪个号码要先找到 然后呢,它出现次数,也要找到 所以根据这个地方的需求,我们可以在底下 做一个动作 这个print这个可以把它注解掉 因为我已经把资料先放到list1里面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把每一个做一个count 看看哪个数字最大 所以接下来一样for i in range 再重新把每个数字 通通都把它跑一遍 看一下它出现的次数 然后我需要知道哪个号码 所以哪个号码我们用n好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最大的那个数字是多少 我们有取一个名称叫maxc好了,等于0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知道这两个哪一个数字 它出现的次数是几次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一个一个把它从串列里面取出来 所以再来的话,for i in range 接下来的话,我就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让它在那个跟什么 list1里面去比较 比如说list1刚刚我讲到有个叫做cont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把list1里面的那个资料一个一个抓出来 看它的出现次数 所以list1里面的,我先抓第一个 然后看它里面得到的那个这个次数 有点像conif 所以前面需要有个变数去接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用maxc这个变数去接 ok 那特别注意啊,那可是问题啊 如果每一次都接,那变成说maxc不是最大了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哪个最大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要比较一下,if 什么呢? if 我什么时候会把那个大的留下来 就是我现在的这一个 比那个maxc里面的值就是数量还多 所以如果当我目前这个count的这个结果 假如说比什么maxc里面 预设值是0 所以第一,假设出现一次的话 那一定会大于它 所以那我就先把它存起来 所以呢,我就在底下 如果maxc 这个数量比maxc里面还大的 那就帮我怎么样,把它留下来 ok,那这样应该就得到出现的次数了 那那个数字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也要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这边有个n嘛 n等于什么呢? 那个数字,那哪个数字? 就这个 list这个串列里面的第几个 也帮我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就可以得到了 得到那个数字是多少 然后呢,它出现的次数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程式基本上已经写完了 等于是让它一个一个跑 那留下来就是那个号码跟它的出现次数 ok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关键的地方 还是在于这个 用list1里面的counts这个方法 得到的结果 ok 那如果说呢,我假设已经写好了 最后要得到的是 它的那个出现的 号码 号码是n嘛 所以最后把这个结果print print print什么? 先把号码先print出来 就是n 然后再把它出现次数 maxc 把它print出来 那就会得到最后的结果 ok 好,那理论上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第一阶段先把那个 资料先放在串列里 第二阶段再用counts去算一下 哪一个是最多 最多留下来 最多 当然可能18会 会有重复的两次 从第一次会留下来 第二次因为 它的数量还是3 所以就跳过跳过 好,那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那个程式执行一下 看有没有bug 没有bug的话 那分别一样 输入那个刚刚这一串 总共有10个 数字 那它第一步就是 先把资料先放在清单里面 第二步的话呢 再去做那个 比较哪一个出现的次数最多 好,那我10个数字输入完之后 应该enter的话 应该得到18跟3 18跟3 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enter之后的话 那它就帮我去比较 算一下次数 最后留下来的话 那就是18跟3了 OK,如果你假设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那表示就是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OK 那除了这样的写法之外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如果你假设你还有更轻简的方法 没关系 你可以再做修改 不过基本上 我有试过用别的方法 好像似乎没有用串列来的简单 因为放串列再去计算它的出现次数 第一个效率比较高 第二个好像程式会比较简短 OK 好,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有把那个参考的答案 一样放在云端上面的重数 应该是在第三页 在这里 第3页的地方 OK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